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天的感觉更甜了 不过接下来潘玉蓉翻转的表示 直到女儿生日那天 看着她吹过蜡烛的蛋糕拿过来换我吹 她拿到的花束拿过来换我拿 我突然明白 原来我的七中年是蹭女儿的五岁大寿 对此有网友残忍表示 现任老婆vs前世情人 也引出本尊献身回复书 并附上哭哭的表情符号 引发粉丝们大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